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上映于1997年的美国高峰科幻片《千军一发》 电影讲述的是未来世界 人们利用基因筛选生出优良的孩子 眼球、毛发、皮肤以及健康的身体都可以通过基因筛选来决定 文森却是父母没有经过基因筛选的瑕疵人 他被检测的寿命直到30岁 父母非常担心他的健康 无奈之下选择基因筛选 生下第二个儿子安顿 在每次和弟弟勇敢游戏中 文森的基因劣势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没有一次获得过胜利 长大后文森也因为基因被许多公司拒之门外 但在一次和弟弟勇敢游戏中他取得了胜利 所以他相信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他的梦想是当一个宇航员 但只有当清洁员才能让他进入航空公司 去到那里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基因让他和梦想隔得多么遥远 在一个黑市商人的介绍下 文森认识了拥有优良基因的杰罗 杰罗是个无尽问津的外国人 拥有超长的寿命 IQ也高到无法计算 然而遗憾的是 摔断了脊椎 只能依靠轮椅度日 杰罗将自己的身份卖给了文森 为他提供日常需要的液体和毛发样品 而文森也不惜断骨增高来达到罗杰的身高 有了罗杰的基因 文森终于成功地进入了航空公司 不仅获得了去到宇宙的机会 还取得了美女艾妮的青睐 然而就在飞船升空的前一周 任务主管却被人谋杀 联邦局搜索了案发现场的所有毛发进行调查 恰巧里面包含着文森不小心掉落的一根睫毛 一个瑕疵人的基因出现在一堆优良基因中 自然引起了警察的重视 警官想当然地觉得睫毛的主人就是凶手 而警官的助手就是文森的弟弟 他知道这是他失踪的哥哥文森 于是想要包庇他 文森非常惊慌 他想逃离航空公司 但在杰罗的劝说下还是冷静了下来 并通过杰罗给他的血样成功解除了嫌疑 他和艾妮约定一起去听音乐会 杰罗在窗口看到了楼下等待的艾妮 直到他陷入了爱河 便开始为他准备大量的样品 他在想办法让文森没有后顾之忧 就在文森和艾妮在舞会跳舞时 一群警察闯入 文森拉着艾妮匆忙逃走 没料到在后门也有一个警察 他们急忙躲了起来 这时弟弟安顿出现 并呼喊着他的名字 艾妮很疑惑 文森却让他什么也不要问 当晚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不可描述的夜晚 很快安顿就找上了艾妮 并和他一起去到文森和杰罗的住处 可是文森还没有配备好皮毛样品 只好让腿脚不变的杰罗出面应对 艾妮看到前面陌生的面孔时 虽然惊讶 但还是配合着杰罗 没有到安顿面前露馅 就在安顿即将发现文森时 警局突然打电话说抓到了真凶 而艾妮也因为没办法接受真相 愤然离去 文森去到公司遇见了弟弟安顿 安顿让他停止这种欺诈行为 而文森看来这是在剥夺他的梦想 兄弟俩来了一场勇敢对决 谁要先回头谁就输 安顿越往前游越怕 他不断地想要回头 而文森从不给自己留后路 他再次赢过了弟弟 很快他再次找到艾妮 艾妮对他的爱恋战胜了对基因的追求 杰罗为他留下了足够用两辈子的基因样品后 便投身于焚化炉中 文森已经成就了杰罗 而他再无遗憾 终于到了飞船上天那天 然而在航空检查中出现了一道新的规则 文森被检测为瑕疵人 检察员却好心放了水 他说文森是他儿子的偶像 文森最终带着他和杰罗的梦 成功地登上太空 作为瑕疵人的杰罗 比大多数人都优秀 他的成就甚至超越拥有优秀基因的人 就因为基因被拦在梦想的大门外 但文森向我们证明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